老公打麻将半夜才回家 睡到中午还不起床 必须得整整她 又睡着了 再来一点 给你什么睡你 赶快起来 这又睡着了这 我再给你几点 干啥这是 打麻将一晚上不回来 我跟你说我算脾气好的了我跟你说 回来就在这一头囊子这就睡 现在都中午了你知不知道 还睡 快起来 你别让我收拾你我跟你讲啊 起来干啥 你要是想继续睡的话 你就起来回答我几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对了你就直接睡 如果你要回答错了 回答什么问题 我让你睡 快起来 你要是回答对了你就放心心的睡吧 我不管你好吧 你要是回答错了你马上干家务去 别在这睡 我开始问了啊 等会等会 干啥 清醒一下 还清醒一下 嗯 好 回答快一点啊 今年我多大 多大你心里没数吗 多大 回答我 十八 如果今年我三十明年我多大 十八 如果我和你妈同事哭了你先哄谁 哄你啊 为什么 因为我妈有我爸还有我 但是你只有我 我和你兄弟谁重要 你 为什么 兄弟是蜀座女人如衣服 我可以断胳膊断腿 但是不能没有衣服穿 那就成了暴露狂了吗不是 我化妆好看还是素颜好看 素颜显年轻化妆更逗人 如果你去蹦迪 有个女人疯狂的往你身上蹭 你该怎么办 我怎么可能去蹦迪呢 去了以后谁做家务 谁干活 不去 如果你有一千块钱 你会怎么花 你给你980 我立完事情 为什么 因为家里酱油给美了 再说那么多钱我也酱油不了 不给你心里面踏实 我和你前女友你选谁 你 我和你兄弟你选谁 你 我和麻将你选谁 你 我和你前女友谁难看 你 行了 好 行了我明白了 赶快下床 好